妈妈说,我们从小到海边长大的 海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它很亲切,很温和 大海的身体很大 我们装下很多东西 我去游泳,潜到水里 我还看到海里面有好多鱼 在东北角的龙洞湾 有一所海洋国小 每年离歌清唱的时刻 就会进行一堂特别的课程 小朋友全部武装 在教练的带领下练习浮浅 他们准备在毕业典礼时 潜入海中拿毕业证书 民国88年 和美国小首创浮浅毕业 原本不起眼的海边小学 也因此声名大噪 看到我们小朋友已经快五六年级 在海边钓鱼 感觉本能差我们以前五六年级差很多 我们在几个家长跟校长在那边聊天说 海边的人看到海会怕不会游泳 会被人出去说 住在海边会被人家笑死 那个赖校长就突发起想说 不然我们来办潜水毕业典礼 训练到他们 他们不会潜水就不要毕业证书给他们 从那开始就开始有这个潜水毕业典礼 没想到家长的一句玩笑话 却开启了海洋教育的创意 今年台北县贡辽乡第一次扩大举办浮浅毕业典礼 全乡七所国中小学的一百多位准毕业生 在溶洞海岸上演了一场热闹的水下芭蕾 也许多热闹的水满 最近的感觉是什么 很好玩 很刺激 还有看到什么 鱼 刚才有看到南螺龟 还有那个小丑鱼 然後之前我看到那個氣瓶 就有那種成就感 就感覺自己好像在那邊浮到什麼樣子 許多小朋友是第一次體驗海洋 就連校長也是第一次 算是沒有經驗 第一次參加那學著 跟著小朋友一起學著 游水的感覺很好 然後海底世界有很多藍色的小魚 我來這個學校以後才開始浮潛了 那其實以前對游泳是蠻有興趣的 所以我們說來貢寮鄉的校長 都要具有游泳的能力 不過對於和美國小的學生來說 海確實一點也不陌生 從小住在漁村裡 沒早起床看到的就是海 出門上學生活也都與海脫離不了關係 可以說是大海陪著他們長大的 這邊的小朋友家長大部分都充施 跟海洋有關的 所以小孩子其實他們從小 爸爸媽媽就把他們帶到海邊 大概一兩歲的時候 就把他們丟到海裡面去 讓他們自己去學習海洋的技能 而且一些小朋友當爸爸媽媽會去採石花的時候 他們也會跟爸爸媽媽出海去採石花去釣魚 所以我們這邊小朋友對海的方面是很熟悉 平常就不時潛入海中和魚玩耍 海就像是自己家的後院 是最愛的遊樂場 對於海的熟悉與感情 是小朋友的特色也是優勢 福潛畢業也只是希望小朋友 透過學習的過程增加自己的自信心 加深對家鄉的認同 在這所海洋小學裡 海洋的教育課程還不止這些 除了要告訴別人這裡很漂亮之外 那你要告訴別人 我們很努力的在保護這個很漂亮的地方 那希望你們來這邊玩的時候 要不要珍惜它 要 要一起珍惜保護它對不對 這樣子後面以後的人 才可以看到這麼漂亮的東西 教室裡老師正在對全校的小朋友 說明和美國小的網站 這個網站 除了介紹龍洞灣的生態 最特別的是這項 爸爸捕魚去 然後他幫我們熱身其樣 熱身其樣都是用魚蚊抓的 是不是 網站上有著紅肝伯伯 卵絲仔伯伯 文仔魚伯伯的捕魚故事 這些都是小朋友實際去收集訪問的成果 漁村的文化 逃海的辛苦 也在同志的心裡生了根 我有學到什麼捕魚 還有 還有吃到很多捕魚的種類 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站在漁船上搖搖晃晃的 而且我以前都會暈船 現在就不會了 河美國小的校園裡 處處充滿著海的味道 這一堂戶外課程 小朋友在牆壁上一筆一筆的畫出 他們對海洋的想像 他在作畫方面都會對於海洋的 這方面的這個主題特別的深刻 然後能夠表現得特別的好 所以他們現在也都是要貼出來 這邊常見的魚類 然後他爸爸出海會去捕到的魚 那麼我們透過瓷磚 第一方面來美化我們自己的家園 那另一方面也是強化他們這邊 對這些生物的這些印象 海豚 章魚 熱帶魚 每種生物在小朋友的心中 都有一個海洋故事 在學校與家長共同的努力之下 實際的海洋世界 在校園裡呈現 這是六線豆娘 他身體有六條線 黑色的六條線 然後他寶寶的時候不會 他長大後會 然後一八分差 這一排水竹箱 是他們下課遊戲的好地方 對於海洋基本的生態知識 小朋友都可以朗朗上口 每天只要村子裡的叔叔伯伯 捕魚回來 這裡可能又有新朋友出現 像我們以前這麼辛苦過 長大看到其實說我們鄉下的孩子 都滿聰明的 那就是說那個交易跟人家跟不上 跟不上 後來一些家長都滿熱忱的 蓋這些魚缸 大部分都是由家長自己 有不到什麼特別的拿過來 最主要就是讓孩子有一個 他本能 訓練這個本能 跟這個畢業點裡有相關 也是我們都是家長構想出來的 會在龍洞社區的河美國校 與社區居民的互動相當密切 早期在濱海公路還沒有開通時 龍洞社區的小朋友要面書 得要坐船或是走上三個小時的路 直到一位省姓老出名捐地蓋校 小朋友才演去舟車勞頓之苦 隨著漁村人口的外移 現在河美國校只剩下60位的學生 小小的班級一眼晃穿的校園 只有窗外的世界是無限寬廣 最後一次預演的當天 一百多位小朋友們圍著司令台 確認海上典禮的隊形 被挑選出來水性最好的14位小朋友 也將在畢業典禮時代表全鄉畢業生 遣下海拿畢業證書 他們從五月份練習到現在 成果即將展現在眾人眼前 只要在還沒拿到教練指定的東西 畢業那天應該就可以拿到這支 有沒有信息 有喔 請讓我聽到你們熱烈的掌聲好不好 讓我們歡迎補候國校 因為墊母颱風的關係 現在岸邊都看到有一些 這個叫形容美一點的話 叫驚濤拍岸 但是對我們今天畢業生來講的話 不能下水是有點遺憾 沒有要下水的 畢業主要的地區先通的 颱風打碎了小朋友的美夢 但或許這才是真實的大海 海總是變動的 沒有人知道下一步會有什麼 在安全的考慮之下 商長與校長決定 只帶領四十位代表 一起挑戰海洋 其餘的小朋友在岸邊 希望為他們加油 為他們加油 好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全邊白色的桶子 就是裝滿了石花菜 要獻給曾副縣長 請副縣長高舉 再找到石花菜 讓他們為我們看到他們努力的成果 好 來給大家獎先福利 謝謝他們 浪很大 浪比較大 這個是優秀的 然後 游的比較困難 比較耗費力氣 然後在船上的時候 咬得很厲害 很想吐啊 而且 就是那個船一直咬 然後下水的時候 海浪一直打 就很不舒服 現在所有的小朋友 已經拿到海膽了 請你們高舉海膽 讓大家看看 好 現在我們請小朋友 輕輕地把海膽 倒到海裡頭 完成放步 我們請在家裡 我們請客 寶寶 打開 我們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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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面对人生、面对海洋,他们将不再惧怕 这一天,海洋送给毕业的小朋友一份最好的人生礼物 我觉得海应该跟人一样 会生气、高兴、难过、快乐 我希望我能跟大海做朋友 我放学的时候好像还在跟我说再见 我也跟他说再见